在過年前可以說是大熱賣 目前業績已經到兩倍 到三倍的翻倍成長 不過買哪一款比較可以回本呢 有專家達人幫大家好好分析的相關攻略 兩百元面額的臺灣金讚 可回收金額是最高 但如果你想要體驗中獎的感覺 面額五百元的金兔獎 中獎率是百分百 就決定是你了 想買整本兩千萬超級紅包刮刮樂 只剩兩本可以挑 有人買整本刮完直接來對獎 這張中了一萬塊 這位先生很淡定 直說刮完一本就好 賠率比較小 刮完一本還有三萬二 對 中獎三萬二 想買哪一張也有人思考很久 到底買哪一款刮刮樂比較有賺投 投資名人古海金肉人黃建維 在臉書分享刮刮樂攻略 期望值最高的前三名 第一名面額兩百元的臺灣金讚 每百元預期可回收金額七十四點七九元 其次一千萬大富翁 再來是黃金大連線 但期望值高不代表一定回本 每一款都是付的 那只有臺灣金讚的可回收金額最高 所以會比較推薦臺灣金讚 大家如果追求的是中獎率的話 那就會是金兔獎 最近超夯的兩千萬超級紅包刮刮樂 二獎有十個兩百萬加賓士休旅車 中了獎得扣所得稅 牌照稅 期望值更低一些 另外中獎率百分百 面額五百元的金兔獎 一百元小獎也不少 適合不在乎損益 只想體驗中獎感覺的彩迷 每一款的刮刮樂都有它的特色 中獎機率都是在於自己 你的手氣跟運氣 你如果要拚投獎五百萬的話 你可以買今年限定的五路財神 有 兩千塊的嗎 這張刮 那張野刮 一張再手希望無窮 過年前刮刮樂業績已經翻 兩倍到三倍成長 路過就想買一張 試試新年手氣 因為我才剛從美國回來啦 所以我這個是好玩而已啦 過年一定要玩 這個想一想就好了 還是上班賺錢比較實在 過年硬井刮個氣氛 能不能幫自己年中在家嗎 真的就看個人造化了 祝你中兩千萬超級紅包 記者王家慶黃十分特別報導